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內地中央連環出權拯救房地產 人民銀行明天起下調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 並取消全國首套房以及二套房的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的政策下限 以及調低最低首付比例就是我們香港叫的首期 同時國務院就提出商品房庫存較多的城市 政府可以著情以合理價格收購部分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報導也提到手套房的商貸最低首付比例調整為不低於15% 而套房就調整為不低於25% 消息一出之後 內房股全線抽升 融創升17% 遠洋升8.77% 雅居樂升16.22% 世貿升7.2% 龍湖升6.23% 在下則的消息 對於美國政府日前就宣佈對中國電動汽車等產品加徵關稅 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就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面捷連發佈貼文 指出美國總統拜登的言論前後矛盾自我打臉 華春瑩最新發布的鐵文就看到 拜登在2019年8月就曾經發文 說更多的證據表明特朗普對於農民工人以及消費者並不關心 他們正被特朗普針對中國的不負責任的關稅政策所壓垮 還說我將會扭轉他那些毫無意義的政策 然而去到2024年的5月16號 拜登卻發文表示說我不會給美國的城鎮以及工人受到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傷害 還說這些就是他新關稅的意義所在 對此華春瑩就發文表示說這個就是2019年有關關稅的又一貨的 之前無奈華春瑩還發了另一條有關拜登自我打臉的對比圖 鐵文就顯示2024年5月14號 拜登就發鐵文就說他對中國電動汽車等產品加徵關稅 然而2019年6月拜登也都對特朗普針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的舉動進行評擊 拜登當時就寫說特朗普連最基本的都未搞得明白 他認為這樣是讓中國為關稅埋單 但任何一個經濟學的新學生都會告訴你 其實是美國人在為此埋單 針對美方發佈對華加徵301關稅四年期的覆審結果 中國駐美使館發言人在15號回答記者的時候就表示 美方濫用301關稅覆審程序 進一步提高部分對華產品加徵301關稅 對自己錯誤的做法非但不予以糾正 反而一意孤行一錯再錯 眾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中國駐美使館發言人還指出 世貿組織已經明確作出結論 美國的301關稅違背世貿規則 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美方這個做法選人不利己 只會顯著推升進口商品的成本 令到美國企業以及消費者承擔更多損失 令到美國消費者付出更大的代價 美國作為世貿組織的創立人之一 不單止不願意做好表述 反而帶頭為規 難以解釋其標榜的公平競爭 發言人還表示 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單極霸權 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 頻繁對華斯加單邊制裁 濫用301關稅 不擇手段瘋狂打壓中國的正常經貿科技活動 這樣並不能夠證明美國的強大 反而暴露出美方已經喪失自信 亦都不能夠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 反而會對國際產業鏈的正常運轉 造成進一步的破壞 並不能夠因此阻止中國的發展震興 反而會激發中國人民更加發奮圖強 發言人最後就強調 中方敦促美方切實遵守世貿組織規則 立即取消對華加徵關稅的措施 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衛自身權益 再下則的消息 見到美國高校反戰示威浪潮不斷 不少政客議員開始氣急敗壞 不單止試圖射獲給所謂外部勢力干涉 還想將學生遣送去加沙地帶 根據美國Fox News報導 當地時間5月8日 多名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提出一項法案 說要將所有被定罪的示威學生 運去加沙服役最少半年 法案的文本沒有提到以色列或反以色列團體 但是就特別針對2023年10月7日 今輪巴爾衝突爆發之後 在高校校園進行非法抗議 或者是組織、參加以及煽動責刑抗議的群體 根據法案內容 這些學生一旦被逮捕或定罪 將被逼在加沙進行至少6個月的社區服務 奧格爾斯在受訪的時候就跟媒體說 學生們逃課並且騷擾其他學生 擾亂校園活動 包括全美國地的大學畢業典禮 我受夠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會提出這個立法 將自去年10月7日以來 在美國大學校園進行非法活動的 任何被定罪的人送去加沙 完成至少6個月的社區服務 偉伯就進一步威脅說到 如果你支持一個恐怖組織 並且參與校園入面的非法活動 你應該嘗嘗自己所養成的苦果 我敢打倒 這些趁哈馬斯的支持者 一日都堅持不到 但我們應該給他們一個機會 這樣說 FORCE NEWS就認為 上述的法案是對全美高校反戰示威活動的回應 但是未來能不能夠在國會通過仍然是未知數 首先鑑於共和黨只是佔據微弱優勢 該法案在眾議院的勝算都不能夠確定 即使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 大概率都會在民主黨所控制的參議院被無視 報導表示高校示威受到了幾乎所有共和黨人的反對 但仍然有大批民主黨人予以強烈支持 過去幾個星期 由哥倫比亞大學開始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迅速席捲全美國高校 並且蔓延到歐洲以及澳洲等多國的高校 截至目前至少有30間美國高校爆發抗議示威活動 學生們效仿哥倫比亞大學在校園中責任 聲援巴勒斯坦人民賦予加沙停戰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學生加入反戰示威行列 美國警方以及高校的管理層平息抗議的手段 也都越來越強硬以及粗暴 美國媒體就報導截至5月2號 全美國幾十間高校已經有超過2000人被逮捕 對於這一個報導有網民就留言表示 某些政客就說 在加沙那裏某些軍隊是好人道沒有滅絕的 那為什麼美國政客就不去加沙那裏呢 所以美國從政那些真是一般都貼什麼Q線的 對此Simon也都說兩句 你可以看到這個政府裏面你會發現 一邊就說支持那些學生 一邊就說反對那些學生 又有支持又有反對 但其實我們不是要聽他怎麼說 是要看他怎麼做的 把口你們看到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但實際上呢 就是那些打壓手段 越來越強硬粗暴的 而那些學生有沒有扔汽油彈 有沒有淋火水呢 又看不到啊 是不是 那這些美麗的風景線 值不值得支持呢 就大家自行決定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